提到孙翠凤 大家都对她丈夫当年和她的姐姐私交的事情很感兴趣 但是每提到一次都是对她的一次伤害 谁都没有想到她的人生是这么的坎坷 当年她的一家人在一年的时间里离开了四个 外界对此也议论纷纷 下降之后丈夫和姐姐的不轨事 更是把她推上了舆论话题的巅峰 此时的大家都没想过 她也不过是一个经历了这些事情的女人而已 而且她还是当事人 除了悲伤难过 她根本就找不到还能用什么词来形容自己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娱乐新鲜事 我是小鑫 每天为您分享最先最报最好看的月的资讯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点赞分享 小鑫在这里等你哦 64岁孙翠凤出身 歌仔戏是家 从小就耳濡目染 一路打拼 如今已是 名华园歌仔戏团当家台主 其中遇过不少 触犯禁忌发生灵异的案例 有次她公公在跳钟时 不踩雷 导致家中一年连续四个人过世 造成心理很大的阴影 至今一直都是家族心痛的回忆 先前 孙翠凤云女儿 陈昭贤上YouTube 溢色档案分享亲身经历 她为女儿讲出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原来在一年之内 她家里的多位亲戚相继逝世 这对她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孙翠凤表示 台南一间剧院 因命案歇业多时 经营者希望邀请明华园 来跳钟除煞 虽然业内人士都知道 该剧院不干净 但当时 跳钟馗的收入 较一般演出更为丰厚 于是剧团接下工作 由孙翠凤的公公 扮演钟馗 公公当时直言 跳鬼王钟馗 有很多禁忌 扮演钟馗的演员 在灭脸时旁人不能靠近 也不能喊演员的名字 化妆完毕后 也不能讲话 直到表演结束 卸掉妆容后 演出者才能和其他人对话 剧团成员也都谨遵规定 直到她的公公 有次到台南表演 当时在台南工作的大姑 抽空道场探班 现场气氛欢乐 大姑探班时 还热情地打招呼 起料公公忘记禁忌 也下意识地回应 你来了哦 但话音未落 孙翠凤公公 就惊觉不对 她当下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但也没有放在心上 随后上台跳钟馗 没想到演出非常不顺利 当天演出过程中 公公就感觉各种不顺 回家后也开始发生 一系列难以解释的事 而孙翠凤大姑在探班完后 因盲肠炎开刀四次 虽然做了很多次手术 但起了病情恶化 最终还是没能胜利过关 年仅18岁就身亡 最遗憾的是 孙翠凤的第二个 妹夫的孩子 孙翠凤二嫂刚生下男婴 因被突然吓到而离世 接下来短短一年内 又有两名家族成员相继过世 孙翠凤指出 家中三人后续过世 那一年加上大姐 我们家走了四个人 并非都是病死 每个人去世的原因都不同 公公认为事态严重 后来请教当初 教他跳钟馗的道士老师 被对方断言 如果没有处理好 公公家中年底前 会再有一人身亡 孙翠凤公公回家告诉家人 平日多注意 所有人全杀到楚西那天 以为危机即将解除 却遇到军机迫降 忽然降落在戏院上 让即使经历过空袭的大人们 也被巨大声响吓到 但那时情况紧急 也无法躲进防空洞躲避 孙翠凤表示 没多久就听到 孙翠凤二嫂 犀利的惨叫 并冲出来大喊 快点救我的孩子 原来是二嫂声响的男婴 因飞机迫降声响过大 而被吓到 最终没有躲过劫难 随后去世 一生俱想把孩子吓到去世 这是令人震惊的 也是不可承受的 而这段往事也成为剧团成员心中的痛 此外 孙翠凤是一位老艺术家 从小就承受戏剧文化 但直到26岁成为母亲后 他才正式学习戏剧 经过不时努力 最终成为明华元的支柱 不止如此 他还是一位演员 扮演多个角色 其中女巡案是最具代表性的 62岁那年 孙翠凤依然坚持在舞台上扮演 2020年 他出现在社交平台上 装扮成一个海贼 从总体上看 他的姿态很好 脸上没有皱纹 演戏时眼神到位 状态十分好 如今 64岁的孙翠凤 还是歌仔戏的第一小声 一生献身于歌仔戏的他 远闻远舞 一生一旦 是歌仔戏团 明华元的活招牌 唱歌仔戏 不但要有好歌喉 还需要大量的肢体表演 演员们每天拉筋 练身段 孙翠凤这一唱 就是30多年 胜利的孙翠凤一家也很幸福 他的丈夫 陈胜福非常了不起 他如今是明华元的团长和制片人 不止如此 他还是明华元开创的第三个儿子 他们的儿子继承了 他们的好嗓子和美貌 两个女儿都很漂亮 而这位光鲜亮丽的第一小声 背后却有着许多 不为人知的心酸 孙翠凤和明华元总团长 陈胜福育有两个女儿 这两年两个女儿 也各自组成家庭 并接下明华元家业 这样为母的孙翠凤 也放下心中的重担 如今的生活越过越惬意自在 不过其实他心中一直有个遗憾 那便是当年的丧子之痛 原来孙翠凤在24岁时 在母亲的安排下相亲 与表哥也就是明华元后代 陈胜福结婚 于是他夫唱夫随 一生都奉献给歌仔戏 顶着明华元的招牌 努力传承这项传统表演艺术 婚后也和老公一起 为明华元打拼 把歌仔戏文化发扬光大 也让他一步一脚印 登上当家小生位置 他的老公陈胜福 后来成了明华元的团长 婚后孙翠凤喜得林儿 他在26岁那年 产下长子陈子薇 没想到儿子却只活了五个月 就离开了世界 孙翠凤坦言 那是他人生最大的遗憾 他说 我几乎忘了那天是怎么过的 我的心脏疼痛难当 想起孩子哭 孩子笑 而每次想起孩子 在医院的画面 伤口就挖身一点 又流一次血 时隔多年 孙翠凤后来也曾在中市 访问谈起此事 他流泪回忆说 当时把儿子放在保姆那 某天一大早五点多 突然收到保姆的通知 儿子现在被送到医院 于是 他和老公衣服 都还没穿好 就冲到医院 然而在他入医院的那一刻 保姆拉住他们夫妻俩说 孩子已经走了 当下 孙翠凤脑中 只留下一片空白 完全不敢相信 刚升格妈妈的他 无法接受 明明前一天还好好的 怎么孩子突然离开了 他看着自己的儿子 躺在单架上 上面盖着一块布 当下抱着儿子 失声痛哭 后来 医生诊断是 心神儿促死症 也就是没病因 忽然就因为心脏麻痹走了 从那之后孙翠凤几乎 天天以泪洗面 一直到生下女儿 才慢慢恢复正常 而他至今回想起 仍心痛地说 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儿子的离去让我面对 生死离别 亲人忽然没了 那是我从没遇过的 是心头肉的痛 他是我唯一的儿子 就这样没了 他后来在老公和家人的陪伴下 还有信仰的力量 在背后支撑 让他有勇气慢慢放下 孙翠凤说 在开始学佛之后 他懂得不能强求 就是别强求 圆面了就不要有太多牵挂 面对问题 总会有一段时间 你必须要跨过去 就像练功一样 走过去 后面得到的就是光明面 可没想到 后来孙翠凤的老公 又与他的亲姐姐发生婚外情 还产下一女 当时孙翠凤 已产下大女儿 悲痛万分的他 曾想过要离婚 一边是挚爱的老公 一边是自己的亲姐姐 孙翠凤后来只能选择原谅 甚至寒悲照顾姐姐生下的女儿 在姐姐还孕期间 孙翠凤还细心地照顾她 直到两年之后 姐姐找到好对象决定结婚 而孩子是无辜的 于是双方达成共识 要共同抚养这个女儿 孙翠凤与姐姐也近视前嫌 各自经营起自己的幸福家庭 老公与姐姐争女的事 在明华园是公开的秘密 也是孙翠凤心里最痛苦的阴影之一 其实 她的内心怎么可能不难过 一个是自己的丈夫 一个是自己的姐姐 当这两个人混在一起的时候 她的内心该有多么的难过 但是恰恰如此 她什么都不能做 她能够做得就有原谅 因为除了感情意外 她们背后还有很多的利益牵扯 这都不是她哭一场 或者闹一场就能解决的 所以她只能选择默不作声 多年后 孙翠凤曾开记者会 她表示心疼老公陈胜福 为了这件事付出许多代价 她甚至公开感谢姐姐的退让 她说 感谢姐姐的宽宏大量 让我保有健全的家庭 孙翠凤一路熬过丧子之痛 以及老公与姐姐的那些事情 她坦然地面对人生的困难 忍人所不能忍 64岁的孙翠凤 练就钢铁之心 一次次熬过人生最痛苦 最艰难的时刻 如今仍是明华园的当家小生 勇敢地继续唱着 舞台让她意气风发 舞台下的她 更是个寒被忍怨的女汉子 如今64岁的孙翠凤 过着寒衣弄孙的生活 脸书常晒出照顾孙子的照片 走过丧子之痛的她 也更珍惜活在当下 当你在面对一件 让你十分痛苦的事情的时候 你也许会感到十分难受 但时间能够抚平一切的伤疤 现如今 孙翠凤也算从当初 丧子的痛苦中走了出来 也许她的内心还是会感到很是伤心 但好歹她也算是想得比较清楚了 先是失去儿子 后来又面对丈夫和姐姐的 见不得光的事情 放在其他人身上 也许根本就不能承受 但是孙翠凤熬了下来 甚至还能释怀 她有度量 不得不说 她是一个聪明的 顾全大绝的女人 希望她的晚年生活能够丰富多彩 也希望她能够越过越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